双子男 活的都是坏的 死了就是好的 好了 终于到了大家万众期待 双子做男生的时候了 我要告诉所有在 被双子男挫折的女孩子 一句话 不是你不够好 是她有病 她们是疯一样的男子 她们可以同时对很多人好 但是心里永远只爱一个人 听起来很不赖吧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 你是不是那个 跟双子男交过手的人都说 她们会有几个特质 不太爱说出心里的话 时间到了才会说出来 不爱聊私事 你怎么问 她就是不讲 或者是爱搞消失 说变就变 这个是最令人发指的地方 怎么前一天还在你浓我浓 第二天就可以变心呢 可是我必须这么说 双子男是一个表面很乐观 但是骨子里悲观透顶的星座 所以突然搞消失 可能是她们很想放逐自己 不要追问 不要逼她 但是有几个人能做到呢 她很爱找你聊天 她可能也很爱跟别人聊天 但是时不时就会飘到你这边来 代表她对你很好奇 甜言蜜语 常常会丢话给你接 什么事情都可以扯到你身上 这就代表她对你有点意思哦 她会一直单独约你出来 如果是一群人常常出来 那还不算数 你约她单独出来开会啦 碰面啦 吃饭啦 看电影啦 她都OK的话 这表示有苦咯 她会很细心的记住你说过的话 双子细心起来是吓死人的那一种 所以如果你觉得怎么可能这样的事情 你也记得住 那就代表她非常关心你哦 以下几个地雷千万不要猜 第一个就是表现出你太爱她的感觉 你如果常痴痴地看着她 你好帅 我爱你 糟糕了 你以为这样做 她应该会很高兴 但是对双子男来说 这是有压力的表现 第二 已经没有神秘感了 你知道吗 神秘感有多么的重要 神秘感会让双子男一直想探索你 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为什么会这样对我 你为什么不理我 可是如果反过来是你太注意她 你太爱她 你什么都对她打开 那么她就没有什么好挑战了 最重要的一点 双子男希望你做自己 如果在一起之后你失去了自我 对她来说就失去了她喜欢你的理由了 这可是很要命的哦 你要在做自己的前提下 有时候你还是挑她毛病 或让她有一种还不够好的感觉 其实双子男还蛮喜欢有门槛的感情哦 她异性缘太好 又不懂得避嫌 对她来说异性缘很好 是一件很好的事 而且她也没有要干嘛 所以常常在这个部分让女生很崩溃 因为她认为那一把尺在她的心中 如果这一点已经过不了关 那你就没有办法成为双子座的女朋友 所以你知道吗 跟双子男交往的女生一定要有自信 你要露出一副 我才不怕你被抢走 你走最好给我滚 我告诉你 双子男就会乖乖在你身边了 为什么双子男喜欢回头找前任当朋友 对 他们超喜欢跟前任当朋友 因为她会觉得这叫人脉啊 在一起一阵子了 为什么要因为感情没有了就不当朋友 她搞不清楚人家是不想跟她当朋友 再来我还是要帮双子男 对不对 我还是必须跟 对不对 这样说 没有办法帮她们平反你知道吗 好了我还是要帮双子男平反一下 刚刚为了这个平反我吃了三次NG 我个人认为只要你通过了前面的层层考验 有些双子男还是非常顾家的优 他们骨子里非常的传统 很多双子男结了婚以后不但很安定 而且非常的爱另一半哦 最后我要给大家几句跟双子男相处的金句 认真你就输了 跟双子男要有玩的感觉 而不是太过认真的感觉 在爱情里唯一不变的就是一不变 只要跟双子男在一起的一天 捉摸不定就是你唯一的不变哦 喜欢她的叫粉丝 她喜欢的才叫伴侣 你自己好好看着办 嗨大家好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